好 我們把這個網站設定好之後呢 你會看到 如果你轉存完 這裡會看到你一些清單 那這些清單都是你可以編輯的網站 就是你已經設定好的編輯的網站 那像這個呢 是我測試我個人Email帳號的這個網站 那你按完成 它會停留在這裡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直接切換 這幾個網站 它會去找你本機裡面的 就是你這台電腦 Local這個電腦裡面的相關檔案 那這是以前的 那這一個呢 再來看這個TEST 是現在的空白的 那這個是我的e-learning 教學網站很大 那我們來看剛才我們測試的個人的 在學校帳號的 這個網站的相關設定 這邊現在資料是空白的 因為這個是產生新的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按這個按鈕 這個叫連線到遠端主機 點了之後 它就會直接連線到遠端主機 那這裡有一點改變是 原因是因為我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遠端檢視 你是看遠方 這是看本機 本機是這裡 如果這裡綠燈一直亮 就表示你跟遠端的主機 是真的連結在一起 那如果你切換到遠端來看 你會看到它現在相關的資料 現在因為有這樣 是因為以前我教學用的 那不然的話正常來講 它應該是空白 應該是空白 你的應該就是空白 所以你在這裡呢 你應該是這樣 然後對方到遠端 本機這裡也是空白的 你的應該是這樣 除非你以前有上過其他的課 有用這個來做測試過 那我們本機這樣空白 那我們就來產生第一個新的網頁 你按右鍵之後開新的檔案 它會出現untitle.html 那跟各位再重新強調一次 在做網頁的時候的檔案名稱 這個就是檔案名稱 絕對只能是英文或數字 不能有一些其他的 像什麼驚嘆號、小老鼠、警號、問號 那些都不行 只有英文跟數字 還有underline跟dash可以 underline、dash可以 那再來請你記得 每一個網站的層次裡面的第一頁 第一頁喔 都是叫做index.html 或者html 第一頁一定是叫這個 也就是如果到你的主機網站裡面 我不需要打index.html 它自然的會去跑到index.html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很簡單的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裡不是有打http www.tut.edu.tw這個嗎 它其實省略了index.html 或者是default.html 或者就是少了這幾個字 可是呢 當你沒有打這幾個字的時候 它就會跑到那裡 你看 index.html 有沒有 它實際上第一頁 你這兩個結果是一樣的 就是這樣 跟剛才你有把index.html 打進去的結果是一樣的 為什麼會一樣呢 因為每一個主機 每一個主機呢 它會預設的 預先假設 它每一頁都叫做html 或者html index.html 或者index.html 當你這樣打的時候 它就跑到這裡來 那你不打 你不打 它也是跑到這裡來 這就是每一頁 每一個網站 或每一個層次 網站的層次裡面的第一頁 都叫index.html的原因 因為主機它就是這樣 那我們這裡呢 所以要改名叫index.html 那我建議html就好 不要點html 原因是因為 html四個呢 是Mac的主機 或Mac在做的 才會比較偏向html 四個延伸檔名 那在PC或UNIX界呢 它的延伸檔名 大部分都是三個而已 所以你建議你 第一頁都叫做index.html 那我們就這樣打下去 好 有了這個名稱之後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它是空白的 因為你沒有編輯任何東西 所以呢 你現在就是打一個hello hello 好 這第一頁通常是這樣 是測試的 hello 你要打中文也可以 內文就無所謂了 中文英文都可以 但是檔名一定要是英文 那第一頁一定要是index.html 那我全部儲存 好 把它關起來 這個有第一頁對不對 你把它上傳 你可以按這裡 可以按右鍵 說上傳 我要上傳到主機了 這樣 這一頁上傳 要上傳相關檔案嗎 你可以說是 以後不要再吵我了 全部都是齁 我就把它上傳上去 那現在怎麼測試呢 我們就真的來網站看一下 我們剛才不是 有去點那個名字嗎 好 這是我的 你的當然就是用你的編號 不是T60013 你的就是 你們的學校後面最後一碼去除掉 這樣 沒有打public.html underline.html 沒有 hello 好 這就是 真實世界的網站就出來 那你 你即使你打index.html 也一樣 打不打都一樣 它還是這一頁 所以現在呢 請你做一件事情 在這裡呢 把它連結過去 看一看你的遠端主機 有什麼東西 你應該是沒有 有的話 也沒有關係 然後你這裡呢 就產生一個新的檔案 把它更名成index.html 打開來 打入你要打的中文 英文都可以 儲存關閉 全部儲存 關閉 完了之後呢 點這個檔案 或者是你整個網站上傳都可以 因為整個網站 現在也只有一頁 所以你點這裡 上傳 好 它問你什麼 你就打4 然後接下來 你再去這邊打 你的 你的好像 跟我的不一樣喔 你要注意看一下 你的好像不一樣 你好像是買email對不對 買email.tut.edu.t到了 然後小蟲 你的 你的學號 後面去掉一個 那不需要打 index.html 你只要打這樣 這資料夾裡面的第一頁 index.html 就可以交出來 當你看到這個 表示你的第一步 第一個網頁成功了 好